这是一份你不想让别人看到的重要文件 试试把它隐藏到一张图片当中 需要用到时修改扩展名并打开即可 操作方法非常简单 将你需要隐藏的文件压缩成zip或者rar 和一张图片一起放进某个文件夹 按下Windows加R试入cmd 通过输入盘符加冒号回车 进入文件夹所在的目录 比如我们的文件夹在D盘 就输入d冒号回车 然后输入cd空格文件路径 切换到文件夹目录 现在输入这样一列格式的内容 cobie-b图片名称 加上文件名称图片名称 这里也就是cobie-b猫.jpg 加重要文件rar猫.jpg 注意中间的空格 回车 你会看到图片大小变大 隐藏成功 需要再打开文件时 直接把图片后置名改为rar 或者直接用解压软件打开即可 这是图片引写书当中较为简单的一种 如果对你来说操作仍然过于繁琐 那么使用一款名为jpg 加filebinder的应用 双击打开 点击picture 选择一张作为隐藏的图片 点击compressed file 选择已经压缩的文件 然后点击output picture file 取个名字 最后点击OK 就生成了带文件的图片 最后你可以在topbook微信公众后台回复 图片隐藏 直接下载刚才提到的jpg加filebinder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1000支高效技能视频